2月14日晚上10点52分 一位叫蕊蕊的女士网友粉丝留言问我 小胡哥想买血腿龙凡尔赛 又喜欢上了2023新款本田雅阁 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上市 请问这俩车哪个质量好 并且开的质感好 那么我想问一下视频前 镜头前的粉丝朋友和捞铁 如果让你选择凡尔赛和新款的雅阁 你会选择哪一个呢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给了个建议啊 帮着帮着帮着他 这么说吧 开过法系车的啊 他再开别的车他开不了 都是喜欢那种操控 底边的扎持感啊 非常优秀 特别是过弯的时候 扎持感这种更容易性特别好的 这么说吧 开过血腿龙凡尔赛的 他绝对不会去瞅雅阁一眼 当然也不会去购买 但没开过凡尔赛的这两款车的 他肯定一相比 肯定都去选了雅阁 就是这样 那我们就详细对比一下 这两款车子的发动机变速箱 站着感受测试安全 到底哪个更好些 血腿龙凡尔赛 他这款车呢 比轿车高 又比XUV矮一些 凡尔赛是基于EMP2 构架平台打造的一款车子 和东风标志啊 都是同平台的 现在所有的法系车 都是这个平台 这个平台的特点就是说 车的安全是非常优秀的 那么整台车的这个高强度缸 车身就使用了80%的一个比例 而且他A住B住关键部位 都使用了1500到1600兆帕的 热成性钢 包括他的前面这个防撞梁 都使用了日制型的一个铝合金防撞梁 而且他这个前面的引擎盖 也使用了铝合金材质 并且他的负车价 也达到了800兆帕的这个强度 所以说同级别同价位 他觉得是王者呀 前面基盖用铝合金的只有豪车 他才使用啊 对吧 这么便宜的车 他就可以使用了 那么新款本田雅阁呢 大家都知道 咱们国内的啊 热成性钢强度很差很差 连1000兆帕都不到 国外的都能达到1500兆帕 为什么呢 人家国外注重车身安全 如果车身安全不过关 人家是不会买的 咱们国内人买车呢 看个漂亮的外观和内饰 他就购买了 他不看别的东西 知道吗 你的AB轴强度 如果是达不到的话 如果发生一些重击的话 你车门是打不开的 A轴B轴都变形了 你车门能打开吗 挤压的门都打不开了 是不是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 我们不要说这个车子 车身安全多么多么的强 但是顺取码 你也不能说是不堪一击呀 是不是 那么我们再说说动力方面 凡尔赛搭载一个和宝马一千发的 第三代1.6T的乌轮扎发动机 结果发动机使用了一个 使用了一个双摸管单气道的一个技术 扭矩250 马力兹175 拉着这个车是非常有非常好的 有人说啊 这个法系车的发动机容易丢油伸油 供应数大了 现在已经更新换代了 那个毛病已经改善了 绝对没有了 放心没事 并且匹配的是一个爱信8AT病箱 就这个价位 除了咱们国产车 核质车里面 这个价位能够用爱信8AT的 也只有法系车了 这个双摸箱不用我多介绍 大家都知道 非常优秀 非常匹斯耐用 而新款没有上市这个本田雅阁呢 它仍然是搭载地球梦的1.5T 涡车在下发动机 匹配CVT并用响 那么它的发动机呢 1.5T还是可以的 匹斯耐用 动力也行 也不错 那么双摸箱CVT啊 有点是非常平顺 缺点就是说 不能积累暴露驾驶 如果经常积累暴露驾驶 可能是里面的钢带会拉碎 拉爆的 切记不要积累暴露驾驶 不要积累暴露驾驶 知道吗 跟这个爱信8AT完全是比不了的 再说悬挂 有人说 法尔赛斯前麦福逊 后面是纽瑞扬的悬挂 说说都不行 那你就错了 法系车又自己调教一套 它标配了四根PSC 自适应应应压系统 应压技术 这个就是说 悬挂软件调节 而且标配了二节缓车块 就是说法系车 被我们称为的摩坦式悬挂 它能够平衡舒适性 还有操控性 而且这个悬挂软件调节 法尔赛斯全系标配的 而雅阁只是前麦福逊 普通的后面多轮杆的悬挂 没有这些技术 那么两台车实际开起来呢 法尔赛斯的行驶质感 是非常优秀的 二档三档 略有一点点顿挫 油耗大概是在 七个到八个之间 整列车的驾驶质感呢 动力是绝对功用的 车身的跟随性 击达防御盘的时候 是非常优秀的 自动扎实感 支撑性是非常好的 是来自于它的悬挂的调教 法系车是不计成本的 这点呢 要比雅阁要好很多 雅阁这款车呢 也是非常优秀的 是吧 操控也不错 但是隔音方面 隔音方面呢 它是不如这个凡尔赛的 车的安全箱是不如凡尔赛的 便容箱也是不如凡尔赛的 那雅阁得卖多少钱呢 是不是 那一台最低配的雅阁 几乎能买它最顶配的凡尔赛 是吧 所以说这两款车呢 产品力更加好的 肯定是这个凡尔赛 但是说大家都不认这个车子 甚至连雅阁的零头销量都不到 那也没有开过和买过 这两款车的小伙伴 对我说都没有不同意见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欢迎大家准发评论点赞 拜拜